记者蔡宗勋嘉义报道,嘉义献朴子市第一选区市民代表参选人黄陈柏连,其绑在南通路三段路登端的竞选旗帜遭人破坏,剪得破碎。 昨天下午向朴子警分局报案,警方调阅监视器后,很快就找到涉嫌的郭姓中年男子。 警讯时,郭某否认有政治动机,表示是因党到骑行车视线才动手剪掉,侦讯后,被依损与违反选罢法韩宋法办黄陈柏连事故事代黄安泰一双,这次打住邦过市的丈夫黄安泰完成遗愿诉求出征,结果发生竞选旗帜被剪的西兰事件。 黄陈柏连为避免再发生类似破坏选举事件,报警处理。 朴子派出所主管黄一文表示,经调阅附近监视器抽丝拨剑追查,锁定郭姓中年男子涉案,通知其道案说明,由于证据确凿,郭某坦诚是其所为,但否认与选举有关。 不过郭某的儿子在市民代表会任职,因而提防人士认为内情不单纯,希望背后那股势力可以自治,不要再制造事端。